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狼家子鱼 是国家级非物质化遗产 北京面狼的第三代传承人 面宿的由来其实一开始 它就是一个食物 然后后来在祭祀上面会出现 我们把它 把这个食物做成很漂亮 很体面的这种样子 把它献给我们的祖先 然后或者是我们很尊敬的这种前辈们 后来这些实用性跟观赏性具备的这些产品 慢慢的就脱离了实用性 就只剩观赏性了 这个东西就慢慢变成了面宿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 开始跟我爸去学做这个东西 他在我小的时候会经常在家里边做面人 然后我在旁边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爷爷是因为小的时候家境的原因 就是突然家境落寞了 然后他就不得不去自己找一个营生 去维持自己的生活 然后在北京白亚寺那边遇到了一个老师傅 自己很喜欢这个手艺 就学了这个手艺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用这个手艺来养活自己 然后我爸这一辈呢 那个时候传统手工艺的这个氛围可能就没有那么浓了 它不是一个很容易养活自己的一个职业了 然后他就用别的工作来维持自己面宿的创作 我叫杨岳 94年生人 从事飞衣剪纸工作 我父亲也是一位飞衣传承人 他是制作北京扎眼风筝的 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呢 经常带我去看一些民间工艺美术的展览 有一次在展览上 我看到了一幅叫做同根的剪纸作品 觉得这个记忆实在是太神奇了 我父亲呢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人 他呢 从国企辞职 然后学习了扎样风筝 并且一直是坚持下来 但是想把这件事作为一个职业来发展的话 其实还是很难的 关注度以及社会对他的认知都没有那么高 他是逐渐成长起来的 相当于我是赶上了一个好的年代 所以才能把它当成一个职业 像我是一个90后 我的老师呢 其实已经快要80岁了 全北京市加起来减纸方面的传承人 总共应该是有20多位 其实飞夷的断代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 超过60%是在年龄比较大 就是60岁以上的这种传承人 其实飞夷的困境挑战 也是我们现在想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飞夷整个还是离大众有点远 我们其实需要让飞夷更多的走入民间 飞夷是一个需要沉淀的东西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的话 飞夷也需要更多年轻人参与 这两年我看到有一批就是90后和95后的 这些飞夷的匠人 他们在被评为代表性的传承人 我就是一直在做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我只把这个传统手工艺的这种技巧 当做一个方式 就像写歌或者是画画 或者是做视频等等等等的这种 它只是一个方式 最终还是用来表达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在这个时代里边的所有感触 其实也都是鲜活的 是能跟周围的人产生共鸣的 比如说之前做过一个手机的作品 那其实因为我发现手机在我们生活当中 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也自己也没法判断 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的 我只能说它越来越深的影响着我 所以我就把这个观察 这个感受用面额的方式做出来 通过一些比较有共鸣性的话题 通过作品去征服更多观众 也让更多人去了解到 有这样的一个小众的方式 这样一个材质 那种创作的手段 我和我先生开了一个摄影工作室 我在接待区展示了一些剪纸作品 我们还想要把这个剪纸作为布景 或者说作为元素 然后融入到这个主题拍摄里面 我觉得国潮回归这个趋势吧 其实对于传统的行业来说 都是一个契机 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潮流下面 去对传统的一些题材进行一些改造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 向大家去展示我们的手艺 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这个时代也重新获得 自己的受众和粉丝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技艺 在人群当中找到更多的 愿意去传播他的 去传承他的人 古人把这个记忆已经挖掘到了 不能够再精湛了 我们的创新呢 其实只能是在内容上 在一个是呈现上面 进行一些创新 现在《非议》还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 你想要得到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还是不容易的 你的作品想让很多人 能培养出来这样一个欣赏的习惯 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的路径相对来说是比较孤独的 我其实是立志把这个当做自己的职业的 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发现传统手艺人的职业化 其实就意味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他能成为一个养活自己的职业 第二个就是他有一个稳定的人才输出 95后的标签 其实也一直还保持着一个新鲜 就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00后 05后 10后 传承人出来 0 每个人都可以打算